今天有請真的很開心 請來嘉賓真的很特別 有兩個姓王 一個姓馬 所以叫做雙王出馬 不如叫雙王傳馬 馬拉松也有半馬 這個雙王是中國香港著名的演員編劇導演 華先生 山哥 歡迎 這位是廣東省喬界海貴協會的創始人 黃思琳 思琳 思琳妹妹 汽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馬立明博士 加上我們就是雙王傳馬 所以我們現在在漁港港大灣區九家園 我們都是大灣子女 沒錯 我們驚嚇第一次去香港 其實第一次去香港一定是世貴人 他第一次去香港就是去香港醫院 對 然後就這樣去看看 一出來就原來是醫院 就在香港 是的 我是1964年的 70年代就是香港經濟騰機 後來一直都很好 後來一些你們都出生了 你們都知道 所以就說大家心目中的香港感受一定不同 因為他本身就是土生土長 香港出生 由我們當年要去一次香港 真的非常難 是的 我什麼年呢 我應該是90年去的 90年就算早了 是不是 我當時去那個時候 就是說 當然了 就是80年代 聽到很多關於香港的那些送食 尤其當時廣東 比較早看得到香港電視 就知道很多關於香港的一切 當時去到香港 首先 就想著高樓大廈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雙層巴士 原來我們 就是說廣州那些巴士 還是那種很長的電車 拖個媽邊的 不知道還記得嗎 就是我們小時候 那些雙層巴士還沒見過 哇 當時就很想去那裡看看 尤其就想去雙層巴士 上邊的那一層 在上邊 哇 坐上去那時的感覺 真的比坐飛機更高興 所以當時去到香港之後 真的 哇 花刀眼亂 很大一種這樣的視覺 震撼 是不是 我當時應該十歲左右 你是什麼機緣巧合可以去得到 因為當時是 是探親 我有些親屬 在香港的 所以當時也是說 扮這個證件 比較容易 所以那段時間就有幸去到 當時真的非常震撼 這個就是90年代的童年記憶 林姐你是什麼年去的 我應該是 大學畢業 我入了橋界工作 因為橋界工作 有機會是第一次去香港 因為之前讀書 其實之前去香港不是那麼容易 我跟著拜訪團 去香港 其實就正如你們說的 很新奇 除了你們說的 這些繁華 燈紅酒陸 高樓大廈 當然了 我很深印象就是 我去到海邊 其實我看到一些 很貧困的漁民 多時我很有感觸 我覺得 哇 這麼懸殊 所以我回來 其實還寫了一篇文章 自己真實的感受 所以我就更加 這麼多年做橋界工作 我就更加很關注這些 其實真正是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對我感觸幾深 你第一次來香港 來內地 即來廣東是什麼時候 七幾年 我媽媽帶我和我弟弟 回來內地探窮公 就是我媽媽的爸爸 因為我媽媽是廣州人 帶我們兩兄弟 小時候回來這裡 坐火車還要坐幾個小時 是啊 回來之後 很容易回來 然後回到香港 後來我長大了自己回來 不是八幾年尾 應該是九零年初 一定是 回來拿著一本 很大本叫回鄉證 沒錯 那些要吸引 你一定要寫完 你有什麼 你的手錶 你有手錶就算是 幾百元都寫完 對 否則就怕 怕你拿回來之後 不帶回去 所以你有什麼 都寫完 然後就不是電腦化的 那時候邊檢就會看 然後看著你的樣子 然後握個印 然後就給你過 但是也很容易 你只要是香港人 申請回鄉證 一定會申請到 回來之後 只不過如果大時大節 一過關 我試過最長排了三個小時 在深圳 對 在深圳那邊 譬如香港過來 坐火車去到羅湖站 打了三個小時 因為那時候是探親 或者是旅遊旺季 即是很多人 回去後 又排了三個小時 因為 因為 太多人了 太多人了 那時候可以真的排到去 現在深圳的羅湖旺 排到外面 你說多厲害 就是因為太多人排隊了 太多人排隊了 一人排隊去聊天 那當然就認識了嫂子 為什麼呢 我是1992年 還是1991年 應該是1992年左右 那時候我就上去深圳電視台做嘉賓 是 即是那時候我已經做了 拍了 陶溫那些 博有名氣 是 博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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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深圳電視台 就請我上去做嘉賓 那時候我太太 就是負責做外聯 內聯 即是說 聯絡人的聯絡場地 是深圳台的同事 深圳台的 是 他為了我 本來可以申請到 深圳的宿舍 哎呀 所以為了愛情就沒有了麵包 為什麼會因為 認識你 嫁雞除雞,嫁龜除龜 這樣 這段時間 我在這裡刷他的短視頻 整天就看到三個燈 就彈出來 其實彈得最多 就是他在這段短視頻 因為他現在不單是影視名人 他還是短視頻達人 那段短視頻就是 說 呼籲 或者不是呼籲 即是分享 捨得這個 對,捨得 可以有更多香港的朋友 可以嘗試一下 更加接觸多些 這個大灣區 即是九加二 即是香港的城市 甚至可以考慮回來 這邊定居 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他的親身經歷 其實這個 香港的藝人 其實一直都很喜歡 或者很關注廣東的 不好意思 我們跟志偉哥等等 他們都會 他們回來做兩天 他都要多遇到四五天 可以的話 然後呢 就帶他們去 譬如去少卿 去哪裏 逛逛清遠 等等 去吃好東西 但怎麼說 他當時是 或者很多香港人 認為這裏是一個度假 或者旅遊的地方 而不是定居點 是的 好像橋界海歸這邊 也有這些例子 全哥說得對 即是早期香港人 或者說海外的人 回來 可能是回來旅遊 或者回來探親 他們不是很多人說 要下湖 要安居在這裏 近十年 其實是越來越多人 我們經常開玩笑 回來叫海龜 飛來飛去叫海歐 海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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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一個故事 我十幾年前做橋務工作 當時還很年輕 省橋聯 就給我一個任務 施林 你去廣州東站 接一位新西蘭回來的老華僑 我說好 出發吧 誰知道塞車 去到 都遲到了一兩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 很緊張 衝進去 怕老華僑 不高興 去到他坐在行李箱上 很開心 望東望西 嘴是笑得 那一隻 他說 沒事 你遲到 他說 不要緊的 王主任 你再遲些也不怕 我說 為什麼 他說 很開心 在新西蘭 一年都見到這麼多人 很多人 我跟他們打招呼 人家對我又這麼客氣 讓我看久一點 你遲些來也不怕 我在新西蘭 子女又不空跟我聊天 那我又不懂得開車 我要去找個人聊天 人家又不認識我 那我其實是沒有人聊天 我決定回來 在江門買一套屋 那我回來住了 我還會叫海外的老華僑 一起回來我們做鄰居 那我買一部小車 在裡面想去哪裡 又去哪裡 又同聲同氣 又想吃好吃的東西 那樂業歸根 所以這個其實代表了很多 橋區海外這些 滑橋的新星 宋代大詞人 宋東坡又說 此心安住是不香 其實怎樣可以令到 那麼多港人 可以安心在內地 或者說再小一點 在這個大灣區的 九個城市裡面 去扎根定居 就是令他沒有後顧之� 一個是看到好的發展前景 令他覺得 真的充滿了光明 充滿了希望 充滿了憧憬 但同時也解決了很多 很實在的問題 也有施林剛才所說 原來真的 大家同聲同氣 一衣帶水 至少說句話 又親切一點 也是很多講粵語 喝個早茶 原來廣東點心 四大天王 香港也是 等等這些 這些一系列最實際的 你說剛才說買房 是嗎 同樣以五百萬 這個預算來計 是嗎 你說是嗎 買一層八個單位都可以 不是買一間 是 整層買完了 中山幾百多萬 買一棟別墅 是啊 中山幾百萬有棟別墅 廣州非中心地方 都可以買一百多棟 是啊 南海五百萬可以買一百五十棟 是啊 但是你說回香港 真的買個鳥籠 是啊 真的二百尺好聽 其實就是二十方 是啊 二百尺左右 現在二百萬左右 就是 所以基於這麼多的來講 這些都是 剛才說的基礎 就是紮運根 但是它的方向是 你有很大的市場 你的市場有多大 是不是 香港的彈院之地 或者地方比較小 所以你說 各方面的這個機會 肯定是客觀來講 肯定是沒有內地 這麼多的 所以你也是 吹速到 更加多的港人 在這邊定居 各方面 都很有這個有利的條件 你真是 又佩服你 真是第一代 在廣東定居的 香港人 可以這麼說 真正定居 第一代是誰 第一代的爸爸 是啊 是啊 其實呢 出現了一個 現在很多人 進入了一個 蠻區 他們就認為 現在才來 華先生 你早已 二十年進來 我們現在進來 就遲了 這個世界 沒有永遠說 最早最遲 是永遠的時間 剛剛好 譬如 距離我八零年 一改革開放 我回來 是不是最好呢 又未必最好 因為你真的要去開山 對 什麼都沒有 交通工具 又落後一點 高速公路 又沒有 連高鐵那些都沒有 鐵路都沒有 那時候未必太好 到了2003年回來 其實已經算不錯 有些人說 你都吃了頭淡托 不是 因為國家已經投入了這麼多 資源到大灣區 其實是源源不住 這樣投入 尤其是它優惠了很多 港澳居民的政策 所以我就說 其實沒有說最遲 沒有說最早 時間剛剛好 就算你再過兩年進來 可能 也不是太遲 那你再過三十年進來 那就真的 大哥 遲不遲一點 那時候又有那時候的精鎖 對 但很認同阿珊所說的 的確是 所有都是最好的時候 對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其實現在真的是最好的時候 還有一件事 我經常覺得 既然是要做的 你就不如早點去做 很多人做功課一樣 明明暑假9月1日要回來 就要交功課 是 你為何不暑假開始 就要做所有的功課 是要等到8月31日 是要等到8月31日 創造中國奇蹟 是嗎 是 千萬孩子一夜做完暑假作業 沒錯 既然都要做的事 為何是早點做 就是很多人要拖到最後那天 是 結果又寫錯字又寫漏字 沒錯 頭都暈倒 所以我經常覺得 如果你的心 其實機遇很重要 沒錯 除了第二 其實真的就是就業機會少 我們現在廣東的產業這麼豐富 有這麼多就業機會 這麼多企業需要人 你過來的選擇又不同 你在香港接受的教育 是比較有體系國際化的 過來你是有優勢的 去到一些外資企業 或者你去到一些涉外國際化的這些平台 你更加有優勢 一般來說就是認知來決定你的行動 是嗎 你現在要認知到位了 那你就會開始行動了 是嗎 就好像你03年那時候 你有一個這樣的認知 你就覺得內地不錯 然後你就 就開始綜合這個行動 但是事實上就是說 到了現在這個階段 有這種認知的人 也是越來越多了 你說 決定一個人的處境 是嗎 一個是我的生活狀態 另一個就是我的發展狀態 是嗎 我的生活狀態 講到底就是衣食住行 是嗎 就是這幾樣東西 那你說 購房 以購房為計 那你接觸這麼多這些海歸 那些朋友呢 有沒有在購房方面 有些什麼政策的顧慮等等 也是有很多顧慮的 譬如說 如果是外籍人士 包括港澳人士 他是有這個數量的限制 還有工作簽證 還有社保 還有你就職的公司 要幫你出證明 當然這個一步步改進 之前可能是比較犯鎖 但是 這幾年 每個地區 都出台了很多便利政策 而且是 政務一條龍 就不需要東奔西跑 其實很多這些人才 高端人才是有獎勵的 是有補貼的 是的 譬如海外院士 譬如說 海外高層次人才 或者港澳人士 或者是這些創生創業青年 他對國家有貢獻 或者科技成果是有貢獻 是有很多資金 是讓你們安居樂業的 一會兒錄完節目 再跟你們聊 我覺得我自己是人才 還要是欺缺人才 是 我也找到一些資料 是立即可以給到大家的資訊 就是根據這個 美聯物業全國研究中心 關於這個港澳人士 在大灣區九城的購房長程 有一個數據 有幾個 譬如廣州 港澳人士 就可以買一套自用房 南沙區也可以買兩套 是 法山的話 閒購區可以買一套自用房 非閒購區 沒有限制 當然中山可以買一套新建的住房 商業和二手房都不限 但香港你想租一個 租一個 劏房都要一萬元 是的 如果是那些 較漂亮的房子 那些二、三萬 十萬、八萬都有 你給大家科普一下 甚麼叫劏房 劏房 就是一間 本來一間可能 只有五十房 本來五十房 現在大灣區 內地的朋友都覺得 小了 五十房 香港都可以劏成三、四間房 每間房 美其名都會做一個 獨立的廁所給你 但是實際 五十房變成每間房 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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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房就是一間房 是啊 食物這麼大 食物也在那裡 食物也在那裡 讀書也在那裡 做功課 鋪塊板也在做功課 睡覺也在那裡 所以知道 黑胎也在那裡 所謂的房中房 就是一間房 然後把它割開三塊 這個很難想像 因為我們從小一點 還沒住過這麼小的房 但是租很貴 所以租租已經 譬如是一萬元 如果你在市區 一個劏房 為什麼要割成四間房 因為不是割成四間房 就租不到四萬元 但是割成一間房 每間一萬元 便會四萬元租租 所以他們就把房 明明好地割成很小 所以我們經常聽 劏房 這個劏就是劏開的劏 當然我們在香港 很多時候 一般的朋友 都不會請我們去家庭 不會 因為根本都坐不下 或者說不想讓他們知道 住得這麼小 我們想像不到 所以我也有很多 香港親戚 我們在疫情之前 我經常去探望他們 都是基本節假日 商場很多人 大家都喜歡出去 休息一下 因為外面比較廣闊 但是我們所說 並不是說 香港不好 老實 並不是說他不好 只不過說 各有各 可能他會有自己的生長地方 有自己的情懷故事 獨特的文化 有自己的醫院各方面的情懷 但是 也可以將往世界 可以擁抱世界 現在大家是開放包容 特別是玉港大英區的國家戰略 我們也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機會 很相擁合 就是多一個選擇對他們 多一個思維角度給他們 讓他們知道 原來還可以有很多個 同樣 一個 錢 你可以去到一個地方 可以更加盡量利用到 是 沒錯 其實做增量 可以說 大家是共贏的 我們已經是藝界人士 剛才說二十年前 跟山哥已經開始有合作 也是十幾二十年 或者更長的時間 我跟很多香港的藝人都有合作 不過志偉哥最多 無論是台前主持 或者沒有合作 都一直合作 包括跟祖南 等等這些 我們的聯動是很方便的 但是回想回當年 十幾十年前 要約志偉哥 過來拍一期 是提早兩個月 要跟他約 去預約 然後他要做申請 他要交 我們這邊 又要配合 等等這些 那不是的 如果不計算疫情來計算 真的很方便 好像私臨了 就是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其實已經基本形成了 是不是 這個港珠澳大橋 這個廣深港高鐵 高鐵 就是好像這些 接下來再見 有很多這些 就是基本是 在交通方面 也都真正形成了 這個大灣區的一小時生活圈 交通是不是 你覺得現在是不是便捷了很多 是啊 廣州當時我為何要住這裏呢 因為 潘如其實去現在白雲機場都很勤 一個小時不失車 是啊 但是現在也不用了 現在已經有地鐵了 是啊 你不用怕失車 不用怕大時大節會失車 坐地鐵也是一個小時十分鐘左右 我便去到 對 跟開車差不多 所以廣州機場還有一個厲害的地方 是全國三大機場之一 它的覆蓋去全國的城市 是達到百分之九十 因為我真的經常坐飛機 是 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話 去深圳坐 那時候我很有經驗的 那時候 廣州沒有的機場 應該深圳就會去那個目的地 他們是互相支援的 是 所以基本上就是百分之一百 是 就算我由潘如樂 深圳機場其實是一個小時 跟去白雲機場差不多 對 所以我覺得看著交通是很發達的 每一個城市甚至每一個縣區 都已經有高速度 是 信仁現在好像一定有 有高速 是 高鐵要多久 高鐵去到茂名 是 茂名要坐車大約四十分鐘左右 就到信仁了 馬上有機場 是 越西機場 是 在吳村 在吳村 開了 開了 吳村開了 開了 那個是以前沾光機場的新加坡 開了 是好像五一時 前一陣子開的 前一陣子開的 開了 這個機場也是一個重要的樓樓 我最近去一個化州 都是坐高鐵去 很快 很快 高鐵過去兩小時左右 不用… 一個多小時 如果去做化州市就兩個小時 但我去化州的一個叫做 什麼平鎮 說得很對 其實越江大灣區 作為世界第四大灣區 也作為我們國家的重點 的國家戰略 其實 政府是從多維度 各方面的層面 去給了很多政策的紅利 配給支持 是的 好像期待 期待 因為我日前也跟宋慶忠校長一樣交流 期待就是推動了兩個 廣州期待港澳子弟學校 以及東莞期待港澳子弟學校 據說好像在佛山準備搞第三個 這個… 透露一點點 意思就是說 他是專門為港澳台橋的子弟 提供這個 既是有國際教育 也有內地教育 你想想 我很多在這裡就業的香港朋友 他好像 他現在功成名咒 子女又大了 是的 有些還在讀書 你要安心做事 你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教育首當其中 是的 因為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希望自己的子女也好 這個也是一個 第二個 我現在看一些資料 你說 我們國家已經批准了 有相關的學校 教育部依法批准成立了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就是這個廣州學校 剛剛出爐的 南沙的 另外廣州 這個就是廣州大學 和香港科技大學合辦的 之前還有兩所 之前還有兩所 一所就是北京師範大學 和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好像有一個中文大學 在這裡也有一個 中文大學在深圳 已經在這裡招生了 我相信這些學校會越來越多 我知道接下來 好像東莞 香港城市大學在東莞 亦都計劃有選子聯合法學 那就是回言之 這個教育體系 就已經是 可以說日趨完善了 第二個想說一下 是 跟你有關 雖然現在很年輕 但是要說說養老 是 養老問題 你覺得醫療、養老這些 就是由你當時 19年前到現在對比 你覺得 你自己有什麼親身的經歷 醫療那方面 19年前內地的 包括廣東的 醫療都不太先進 你看回那時候 口罩都是用布口罩的 因為物資可能比較缺乏 但是你發覺在這十幾年 嘩 突飛猛進 你連基因都是世界領先 又或者健康碼 行程碼都是中學發明的 當然 我先說整個科技方面 已經很厲害了 另一方面 其實是專業化 例如 好像在廣州 有一個叫 廣東三九老科醫院 那他專門是看老科的 真的 你想不到 專科醫院 沒錯 一間專科可以成立哪個醫院 在香港就不是 香港只是每間醫院 骨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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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臟也有 心血管 肝病也有 或者婦幼兒科醫院 所以在香港 你只能夠去一個綜合醫院 譬如你說大島戰馬荔醫院 或者伊利沙伯醫院 它裡面只有一個叫老人科 或者心臟科 或者什麼 真的他們每天看的病例 可能每個醫生都看幾十個 那你說每天看這麼多病 而且醫生臨床經驗非常豐富 就是這方面 這個很重要 每天真的宜蘭雜症 我看過專科醫院問過那些醫生 每天都看幾百個病例 什麼宜蘭雜症我們都知道 什麼都見過 什麼都見過 是的 他們沒想過都出現到 他們就立即開專家回診 我聽說 中國很多醫生做手術 做得非常 水平非常之高 他怎麼說呢 就是因為他每天有大量的手術 他都會做 但是你說好像國外很多國家 有一個醫生 他可能一個月 他都只能夠一兩台手術給他做 是的 很多可能回來人就是這樣說 是的 他們就非常注重你的實踐經驗 你實踐得多 那你的醫屬的話 你自然就會高明 所以水平的話 他就自然會上去 加上我們有中西醫結合 即非必要 不用去動刀動腸 這樣其實是一個 很好的補充 所以我就覺得 現在的醫療已經是 你說未必一定超越香港 但肯定不會比香港 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就 覺得最擔心的是 教育解決了 醫療教育了 住那方面 你有錢就買 沒有錢就租 安居就落業 現在就是回復到 移居移業移遊 這三個移上面 我有個同事 住在紹興的 每天都回到紹興 你住在紹興 回到紹興 你不覺得會嗎 在紹興說 不會啊 紹興環境這麼好 空氣這麼清新 在拖門口 鎖一口 來自頂戶的負尼紙 幾千萬億 不斷擁在鼻子上 即是聰明 其實這些 又疑於生活 又疑於工作 又疑於旅遊 你看現在 你說不一定是紹興 其實在整個豬三國 很多地方 我們都感覺到現在 就是綠水青山 是不是 覺得 事宜適居 都會覺得 整個狀態是非常之好的 即是我們的環境 包括我們的大氣 包括我們的水 包括我們的綠化 其實現在的話 都有一個很大的眾部 這個呢 跟中央的一些環保政策 包括省裡面的環保政策 都是正向相關的 原先我們有了很多 那些高危險的企業 但是現在呢 都已經去慢慢轉型升級了 是吧 原先呢 大家都是那種 就是說 原先的那種 中國製造 變成現在的中國製造 是吧 現在很多時候都已經升級 變成高科技產業了 是吧 從這個角度上 來講呢 我們的環保 環保事業 有很大的發展 你這個呢 就包括聯合國 就是說 關於環境方面那種評估 那麼他都可以作出一個參考 確實在這方面 中國是進步非常之大的 尤其是朱三國 朱三國 朱三國原先呢 就屬於一個所謂的世界工廠 就是製造業的基地 是吧 那麼原先確實是有一定的那種污染 但是隨著我們轉型升級 同能互鳥 那麼現在呢 我們的那個狀態 那個環保 是比以前好得很多的 所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這個不單是一個口號 是我們每個人都實實在在去戰衡 是吧 真是為了子孫後代 為了這個地球村 其實國家是做了很多的調控 甚至犧牲的 因為有些高產出的 大概是高污染的 這些產業、企業 他都寧願停了他 是 還綠水青山給這個世界 那原來有污染的部分產業 我們都會說幫助他們做轉移 那更加引進一些海外的這些環保 和這個桑炭改造 這些高端技術的專家和團隊 令到他們和我們目前這些企業需要 在環保方面改善的企業合作 和改造他們企業的這些環保指標 同時都幫助他們去 特別是這些新能源企業 現在有很多新能源企業 都在做一些新科技的研發 那我們都引導海外的這些技術 和人才 幫助他們 譬如新能源的這些 固體電池的企業 譬如說我們還有這些研發 環保方面的這些新科技的企業 我們都幫他們去做這些技術 合作、技術改造 都產生很大的很好的效果 就是這個功在當今、利在千秋 所以你看 有這麼多的人士 唯有越南大眼區 不斷地添尊加瓦 所以對於未來 彎區的藍圖 是來我們充滿了無限美好的想像 我們在這個時候不妨 在今天最後談談的時間 我們憧憬一下 假如25年後 或者更長時間之後 無人飛機、無人駕駛 無人機器、人上菜 什麼都齊了 無限想像 當然無論如何都好 回復施琳所說的 無論千變萬化 無論是世界如何變遷 只有友情 只有你心裡的果火 真摯的 大家的溫暖的心是不變的 就好像無論如何都好 都希望 在實地線下 見回自己的朋友 真情不變 我們再一次 來一個 全哥有請 再次邀請各位 謝謝 請答應 謝謝 謝謝 謝謝